我的机会你都没有抓住啊 看来今天 注定是我赢 我输了 你赢了 承让 承让 既然我赢了 那是不是 可以牵下你的手啊 的 老天真是眷顾你 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都中间在你身上 中间在你身上 大少爷 今晚和小婉姑娘 一起在秦淮河边下棋 可即兴啊 尽兴 零二叔 等有机会 你也跟她手谈一次 那其意 可可 我今天下午过来看你 听吴妈说 有位公子包了你们家小姐 已经包了三天了 这人够有钱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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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皇上 您这脚都起小水泡了 这皇上在宫里头 什么时候走过这么多路啊 只要能跟小婉在一起 再长的路 朕都不觉得累 脚上的泡 又算得了什么呢 慢点 慢点 你笑什么呀 我 不笑 笑 不笑 笑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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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 我笑啊 是因为我觉得您的话特别有趣 而且呢 以身课 你少来 朕知道你是在孝镇发痴 我哪儿敢啊 不过也奇怪了 朕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朕想把小婉带回宫 万岁爷 这小婉姑娘 她是汉女呀 我知道啊 可谁让朕就喜欢上了这个汉女呢 她的聪慧 大方 美丽 重情义 朕身边的女人啊 无疑能比 哎呀 万岁爷 万岁爷